畅畅 畅畅 走 不是你咋来了 啥叫我咋来了 我接我女朋友下班啊 你电动车呢 我没骑电动车 我今天开这 哎哎哎 骑电动车多危险啊 这样吧 我开车送你了 不用了吧 我自己女朋友 我自己送就行了 不是 你就让畅畅跟你走回去啊 你走 我们可以坐公交 不用麻烦你了 哎呀 你看看 畅畅多好的女儿 你就忍心让她给你坐公交 这样吧 坐我车 我车上有空调 一会开空调 一会就暖和了 你俩都不想吓了 就这样 不是 厂长你看吧 我就说你这领导有问题吧 他上班第一天就给你涨工资 肯定有相反 而且你看啊 他今天 他就是想让我在你面前出丑 咱不用理他 咱走吧 没事 你看我的 咱上去跟他聊会儿 没事 你看啥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是我朋友的车 我就随便看看 而且我觉得那车挺帅的 看了也没用 我跟你说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买不起这车 哎 这空调怎么样 暖和吧 暖和暖和 啥车没个空调啊 空调有啥好说的 不是 啥叫啥车都有个空调啊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啊 赶紧努努力买个车 别让给上上给你受苦啊 不是 我往车上一坐 我这啥都没说呢 咱俩也不认识 你咋还能批评上我 这不是替畅畅考虑吗 李总你也太绿 不是你也太客气了吧 哎呀 这不是作为你的领导吗 有什么事儿 说啊 我帮你们 不用了吧李总 我刚才第一天你就给我涨工资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哎呀 我都看这车了 我在乎那样钱吗 这不主要跟畅畅有演员吗 哎 谢谢李总啊 谢谢李总这么照顾畅畅 要不你再给畅畅工资涨一千呗 嗯 你毕竟碰到这么有演员的人不容易 对吧 而且您这么大方 对不对 你刚才不说了吗 那开上这车了 嗯 你怎么了 李总 涨一千是有点太多了 你不要这样浩哥 我这儿李总太为难了 没事没事 我明天跟财务摔上 哎 这突然间有点热 我被空调调低了啊 哎呀 太大方了 快 谢谢李总 谢谢李总 没事没事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 太热了 哎呀 行谢谢你啊李总 您先研究空调吧 那我们这就先不麻烦您了啊 嗯 今天真的谢谢您了啊 谢谢您对常常的照顾 哎 太太大方了领导 嗯 挺暖和的空调啊 嗯 走啦领导 谢谢您 哎 咱咱就别当着他面开我车了 给他留点面子吧 走 咱们坐公交去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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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